张本志和横扫欧冠联赛 个人独得两分打崩对手 网友 国拼最大的劲敌 目前欧洲乒乓联赛正在进行进行中 日本张本志和在欧冠赛场上展开了自己的首秀 经过四轮的较量之后 张本志和所在的乌尔姆俱乐部 3比1击败葡萄牙里斯本竞技 而张本志和个人的表现非常不错 个人拿下了两局 可以说成为俱乐部赢下比赛最大的功臣 首局张本志和单打出场 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张本志和连锥三局逆转取胜 四局比分分别是 4比11 11比5 11比4 11比7 随后的第四局中张本志和可以说越打越勇 直接3比00封对手Silva 帮助球队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三局比分分别是11比3 11比61比3 可以说张本志和个人独赢两局 最近他的状态一直保持的都不错 前不久还拿到了亚洲杯冠军 可以说他的进步肉眼可见 现在的他又来到世界第二 仅次于世界第一的樊振东 可以说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中国队最大的劲敌 面对樊振东马龙赢的机会也非常大 不得不说现在的张本志和已经能够和中国队抗衡